应该说天气一降温 很多朋友们都会关注供暖是不是会提前 那么近日北京针对今年是否提前供暖进行了首轮天气会商 会商结果显示 今年北京近期气温是接近常年的平均值 提前供暖的可能性不大 同时市工热办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目前全市正在进行暖气打压试水 供暖前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将会根据后两轮会商结果决定准确投入供暖的时间 那么据了解后两轮会商的时间分别是10月28号和11月4号 而后两次的会商结果将会对供暖时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